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一个练习题 就是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输入一个整数之后的话 让他判断一下 他这个数字是不是一个直数 比如说我输入65 他给我的结果是他不是直数 应该知道直数的定义吧 就是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他的这个值给整出的话 那他就是直数 那65显然应该有被像5 或者是其他数字整数 所以他不是 那如果我今天假设数数13的话 end他是直数 也就是说我今天假设 我希望写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整数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转型 OK那请各位思考一下 那第一个你是要一个因不减 因不减 我刚刚这个请输入一个整数 他输入之后的话 一定是个字数 所以转型一下 那转型之后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什么 那再来就是跑个鬼圈 那我刚刚讲过 就是他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中间的值 你去做什么呢 做让他除除 除完之后他的余数 除完之后余数 那不是prison 如果他除完之后的余数等于0的话 那表示说他能够被其他值给整除了 就是没有余数 如果说都不行的话 那表示说他是个值数 如果是能够被其他数整出 那就等他都不是个值数了 所以最后要把他输出 那这个地方该如何转型成 那里面关键地方 其实就是第一个 一圈范围要给他 当然你可能要避开1跟自己本身吧 然后中间他跑完之后 能不能整除 如果整除了 那不是直数 反之就是直数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要判断是否为直数的话 我这边的写法是这样 第一个我先宣告一个变数 这个result 它的预设值给了0 0的话实际上 你除了可以等于0之外 你也可以等于force force也是0 true的话是1 那你也可以打force 不过我觉得打force 当然相对打0比较简单 1的话是true ok 所以呢 预设值 它就是不能被其他的数字给整除 那我们就是用input 请输入一个值吧 输入之后的话 把它转型 放在一个prong 那这个prong就直数了 那个就是直数 输入的那个数字接到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跑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范围意义是说 我把除了e和自己本身避开 中间的值全部一个拿出来 然后呢 跟他什么呢 跟他 把他除以这个值之后 是不是能够整除 如果是能够整除的话 那表示他 就是 为处就是能被整除的意思 那为处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 他就不是直数 那反之的话呢 如果跑完之后 他都不能被其他数整除 那表示 他就是一个直数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然后我输入一个65 刚刚输入了 他不是一个直数 那如果我输入一个确定是一个直数的话 比如说输入一个17 17应该不是 OK 那就是直数 不过像这样的写法 你会发现 其实当然还可以再更精简一点 因为 其实像我自己写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一样 先思考一下 能不能让程式变得更精简 不过如果你要让他更精简的话 可能还需要加一些东西 因为我会觉得说 有几个地方 好像这个result如果可以拿掉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不要这个result 然后呢 直接怎么样 也不要这个result等一 直接怎么样 如果他是 那这个地方他就找print什么呢 应该这个地方 他就不是一个直数 如果能整出 那剩下来的话 理论上就应该是直数 不过呢 这个地方会不会有问题 比如说我跑这边了 不过你会发现如果他不是直数 但是问题呢 你跑到这 跑完这个之后 其实他还会跑这个是直数 所以会有个问题 如果 不是 如果假如说我今天先输入17 enter 会不会正确 是直数 如果是直数他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不是直数会不会有问题 如果65 enter 不是直数 不是直数 是直数 到底是直数还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基本上主要是什么 你输入之后他跑 跑完之后他最后还是跑这个 所以会造成 这个地方会多输出一个 那为了避免 这个问题的发生 其实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解 就是说 我们应该让程式怎么样 输出不是直数之后 他就应该结束 不能说他到这边然后继续又跑 所以如果你要让程式结束掉的话 你要该怎么去把这个程式到这边为止就结束掉 当然这边主要 因为会有同学想说自己有同学说老师 是break掉吗 那这边break不是结束程式而是结束回圈 break是结束回圈 不是结 如果你要结束程式的话 有几个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我教各位 你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input一个外部的一个套件 这个叫OS 那OS 那就是应该 应该是那个operation system 就是相关的档案 或者相关的一些系统相关的操作 里面他有一个方法叫做 就是他这个程式到这边停住的话 你可以呼叫OS 他里面有个点 一个underline 加一个exitmfi 意思就是说 我程式到这边强制帮我 status输入0 0的话就是不要return任何东西 不要return ok 那这样的话意思是说 我到这边程式执行完之后 你就不要再执行下面这一行 否则会出错 利用这样的话就有点像 强制让程式跑到这一行 就跳离了 不会再执行 相对的程式好像看起来 比较精简一点点 逻辑也比较清爽一点点 你就不需要额外再多一个 review的一个布林 布林的一个零获一的一个变数了 所以这个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子输入 刚刚17这个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如果输入65 应该如果刚刚输出的不是直数就停下来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到此为止 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去让程式更清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多讲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input一个OS 然后利用OS里面的这个 方法让程式强制 跳离 那OS 非常重要 里面满多东西了 包含档案处理 你要复制档案删除档案 建立资料夹删除资料夹等等的 都可以利用OS OS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叫一个walk的方法 比如说你要想要知道 一个目录里面一个资料夹里面 它有多少个档案多少个目录的话 其实你可以OS里面walk 后面会提到 比如说我们将来会讲到有关档案的合并 或档案的分割 其实都一定会用到类似像这个这个范例 那这个部分的话提供了各位差 再来的话后面我们还有几题 就是 那不然这几题我们下一次再讲 不然 可能给各位东西稍微多了一点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所以下一次 那个上课的早上你们来的话 就是把那个202204 206把它做完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练习题 如果可以的话你也把它全部把它补上 包括就是FOR迴圈跟FOR迴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FOR迴圈 那你FOR迴圈做完之后 请各位再试着把那个 快回圈也把它做完 反正基本上因为未来 会用到很多都是跟回圈叙述有关 如果你对于回圈叙述不熟的话 那你很容易就出Bug 然后另外加上逻辑判断 反正串在一起 你要做任何东西 只要你的那个逻辑清楚了 你的那个思维 思虑清楚 还有你步骤明确的话 基本上你要写出 你要写的东西 应该都不是太大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把 刚刚的那个是否为直处部分 再试试看 我刚刚多了一个 input always的动作 好 好 感谢观看